汪小菲和张盈盈的恋情 最近可以说是越来越公开了 但这段恋情却很不被张篮祝福 她不只暗栓张盈盈就是只臭虫 甚至多次呛吓对方想进门门都没有 同意 同意谁啊 我们都没有 分都没有 不过还是影响不了两人的感情 月前张盈盈才大方认了 送一台新手机给汪小菲 她还超心机的在自己的美照中 偷偷藏着和汪的爬山合照 逐步走上关宣恋情的道路 没想到就有眼尖网友发现 张盈盈最近晒出的几张照片中 不只膝盖大腿多了瘀青 手腕上还有更大片的瘀青出现 就有人爆料她身上的伤 都是跟汪小菲互殴来的 两人日前在广东酒吧喝醉后开始互打 汪小菲还将张盈盈压在沙发上一顿伺候 结果张盈盈不堪忍受报警 才结束这场闹剧 消息在路网曝光后 网友都说 不管真假听着挺开心的 每月一打真精彩 好在大S果断脱离了 还说张三只要不死绝不离开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他只是跌倒受伤 真相到底如何 只有当事人知道了